我祖父约翰·拉贝曾说 我不能丢下那些穷人不管 你不能抛下正处于恐惧中的朋友 他还举例说 如果你夜里曾坐在一个避难所里 在日军的炸弹袭来时抓着身边人的手 不远处还有瑟瑟发抖的中国儿童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要留下并帮助这里的人 一本《拉贝日记》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的暴行 其作者约翰·拉贝在中国生活过30年 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建立了安全区 为20余万中国平民提供栖身避难的场所 几十年过去 他的孙子托马斯·拉贝已成为一名医学专家 迄今仍在中德之间积极奔走 推动中德和平事业 及两国在医学方面的合作研究 托马斯·拉贝告诉中心社记者 他未曾与祖父当面交流过 直到上世纪90年代 他才通过祖父留下的资料 了解这段历史 在学习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 我看到了南京大屠杀日记 里面有可怕的照片 还有二战期间发生的可怕的事情 是德国曾经做过的事 所以当我阅读这些信息时 我非常谨慎并试图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 托马斯·拉贝的父亲出生在北京 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 托马斯·拉贝也受到父辈影响 喜爱中国文化与历史 当他了解到祖父的事迹后 很受鼓舞 于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建起多个约翰·拉贝交流中心 旨在弘扬和传承拉贝日记的人道主义精神 该中心不仅积极宣传南京大屠杀历史 呼吁和平 更致力于与中国机构进行医学方面的合作 我们有一个人道主义与和平项目 我们想建立一个全球医学学院 如果你无法做出诊断 其他专家会在线 而且乐意协助看诊 这是一个完美的设想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善医学 而且应该是免费的 在中国我们还将增加中医内容 2023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这十年里 托马斯拉贝与中国的医学合作也更加密切 托马斯拉贝是妇科内分泌与生殖医学的专家 2013年他加入北京妇产医院妇科内分泌国际专家团队 2014年被聘为该院客座教授 此后他与该院的中国医生携手 建立了国际生殖力保护中心 中德妇产科学会 国际跨学科子宫内膜意味症中心等多个组织 为了真正保存卵巢组织 我们可以从患有癌症 并需要治疗的女性患者身上提取出组织 癌症化疗将破坏卵巢 在癌症治疗结束后 我们可以重新植入卵巢组织 患者可以再怀孕 第一个这样孕育的婴儿于2021年在这家医院出生 三四天前我们为这个孩子举办了两年的生日派对 这真的让我很感动 2018年托马斯拉贝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 2023年他又入围了中国外文局发起设立的兰花奖 他说未来他还可能开展与中医方面的合作 以他所擅长的医学专业来帮助更多中国人 和他的祖父一样 托马斯拉贝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他对生命 对中国人民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